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继续来看三舍三试者上书五到六集 上集说到,鸡横听闻贴身世卫敏苏被困于白水山下,忙赶往白水山解救敏苏 却不料白水山中的妖虫不是鸡横和敏苏二人能够立敌的 正当鸡横要受伤时,天空中腾空而起一条巨龙 一口龙溪,谁知龙火烧在妖虫掉在龙身上,在其身上烧起 巨龙难以抵挡,吐下一口鲜血 此龙元氏,帝君坐下了一名大将 因为度过情节被押在白水山下,名为孟浩 从孟浩口中得知,自己竟是孟浩失散多年的女儿 好一场任亲大会啊 谁知两人的妇女情深引来了帝君 孟浩临死前委托帝君照顾姬衡 姬衡身中秋水寒毒,帝君就此答应为他解毒 九层天上的小酒幻化成灵虎后,在天空自由自在 这不,又开始闹起了私命 这孩子可是来报喜了呢 谁知,这可把私命说笑了 小酒竟已信了亲亲就能有宝宝 果然还是小孩子,好骗啊 不过不知者无罪 而此时帝君正在为姬衡解毒 刚搞之要好好敬仰 姬衡便表明自己对敏苏的心意 真真是今天地气鬼神的爱情 根本不给帝君解释的机会 其实人家帝君也就没当回事好吧 这样一来让帝君多尴尬啊 谁知在送帝君回魔族时,魔族太子却要帝君迎娶姬衡为帝后 这哪能啊,自然是拒绝一番啦 可是魔族太子却说 那日帝君为了一名女子 承诺只要不伤天害理,就答应魔族一件事 拿着一顿千斤要挟帝君 帝君哪能是你这样要挟得到的 可惜啊,魔族太子拿着姬衡嫁入天宫就能得六计安宁 该死的帝君竟然动摇了心境 同意三个月后成婚 哎,恐怕这下小九知道了,不得伤心难过死 这帝君也太大爱了吧 这头的小狐狸凤九等帝君等得有些着急了 丛林仙官见此可怜模样 心生不忍,答应解开结界 谁知竟被凤九这个小滑头耍了一番 结界刚解开,便洒脱的跑出太城宫找帝君去了 刚出门帝君就来了 抱起小九往殿内走去 原来帝君是为小九采药去了 帝君也想让仙鹅小九伺候小狐狸 之后这时却说小九失踪了 还挺有加醋的说小九是奸细 这可把帝君怀里的小狐狸凤九气得不轻 我明明是去救帝君了好吗 又趁我不再冤枉我 帝君因梦好的死去 在小狐狸面前感叹 究竟情为何物 能让人这样甘愿如此 说完就将一枚玉佩带在了凤九身上 哈哈,帝君别着急 很快就轮到你了 小狐狸见到帝君为自己采药而受伤 心疼不已 忙着来私命要活要高 接着就上演了一场情深深雨萌萌的大戏 帝君,让我来帮你上药吧 画面太感人 而后小狐狸每日陪在帝君身边 看着帝君作画 虽是捣乱 帝君却怎么也不恼 帝君当真是喜欢这只小狐狸 特意为此罚了两颗白檀木 为小狐狸建一个凉亭 连之后看到了也吃醋无比呢 小狐狸还想把帝君框到青秋呢 这傻孩子天天幻想着和帝君在一起的日子 这不,私命刚给小狐狸送忘忧的种子 就跳脱的跑出去了 埋完种子又到了吃饭的时间 当然了,小狐狸受伤的这段时间 自然是帝君来照顾了 帝君最爱做糖醋鱼 可是人人都知晓的事 小狐狸可是期待极了 谁知,哎,果然私命能吃云觉过去 我也要吃云觉过去了 救命啊,吃还是不吃啊 不吃又不给帝君面子 又想起姑姑给自己讲的那段佳话 想着如果我也这么做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跟帝君请比金尖呢 虽然,嗯,帝君的厨艺 但是为了请比金尖的爱情 勉强的吃下去吧 谁知帝君见小狐狸这么爱吃自己做的鱼 索性一次给小狐上了五六道的糖醋鱼 我的天哪 故事情节貌似不是这么总的呀 怎么就轮到我这样了呢 小狐狸真是吃得快晕绝了 帝君再让我吃下去 你老婆都要吃没了 自从吃了帝君做的鱼 小狐狸毛都要脱光了 哎,作为一个狐狸 容易吗我 为了不再受帝君的糖醋鱼折磨 小九决定要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却听见帝君与连宋闲聊时 说小九很特别 特别喜欢吃帝君做的鱼 连宋感叹 那是真的挺特别的 小九太难了 帝君,你想逼死谁 直接说好吗 小九为了不打击帝君 决定暂时不提 毛掉光了就掉光了呗 管他呢 偶尔听到帝君和知恶说起 你与一只宠物计较什么 小九想着 原来我在你心里是只宠物啊 今日小九在太陈宫里寻找帝君 使之被丛林抱起 让不要乱动 说是要迎接一位贵客 帝君带娶之妻 姬恒公主 姬恒公主见小狐狸 欲要抚摸 我们小九殿下哪里愿意给群敌摸 摇头晃脑地挣脱 丛林的怀抱跑了 姬恒见此景心地难过 想起那日在十恶莲花镜中 可不是经历这番景象 这边 连宋殿下为了给成与仙君恨生辰 顺便来找帝君做一件可长可短 可发暗器 可变公奴 还可切菜的短刀 好吧 我脑洞跟不上了 当然帝君可不是随便给人做东西的 连宋殿下知道帝君喜爱烧制陶具 便告知帝君 在北黄玄明之地 集结了海列八荒中最好的土 可是帝君什么人 八荒之主的人物 怎么可能签字去取 可连宋殿下又跟北荒玄明里的玄明老头又过解 帝君顿时心胜一计 让连宋殿下把家里的瓷瓶都换成金银制品 对外朝三殿下对瓷器过敏 这样玄明老头肯定上供一点好的词度上来 好技呀 不愧是帝君这张空手套白狼 用的是真的厉害 小九看到三殿下拿来的设计图纸 发现有一个缺陷 先想在帝君面前表现一番 便在帝君外出寻找打短刀的材料 将图纸拿走 来到私密让他帮忙找笔修改 修改好后便回到了太成功品摊会桌上 可这时鸡横公主刚好过来 原来她是问帝君一些经文问题的 可是帝君不在便想留下字条 可就在写字条时帝君回来了 便走上前看到小九修改的短刀设计图 莫以为是鸡横所做 一番夸赞鸡横公主 鸡横公主来不及解释就不再说 可小九心里不愿意呀 明明就是我做的 随之气急一口咬在鸡横公主的手上 帝君将她提了起来 放出了门外 小九心里苦啊 嘿 帝君终究还是把我当成一个宠物 便一个人来到凉亭 心想 帝君入夜想起冤枉了我 找不到我怎么办 不行 还是要回去 说吧便起身回去 可是回去看到鸡横还在帝君房中 听到他们的谈话 心里醋意胜浓 还带着一阵委屈 别日 帝君与鸡横公主来到烧制瓷器之地 小九在其后偷偷跟随 躲入假山后 偷听他们谈话 可谁知 小九傻瓜蹲太久 脚麻了 摔出假山 鸡横公主随之看到 便过去将她抱在怀中 鸡横公主与小九说道 这是我和帝君一起给你烧制的饭盆 鸡横公主说完 便要给盆上爱上小九的小脚丫做记号 可是我们小九殿下贵为清秋地基 什么时候吃饭要用饭盆了 还有 什么叫做一起烧制的 这里话重点 要烤 小九开始挣扎 可一不小心便把鸡横公主的脸给抓伤了 说的也不巧 鸡横公主本来就是特殊体质 稍微流血便难以止住 再者也是伤得不小 帝君见到这样 一顿训斥 让丛林把小九关了禁闭 丛林心地善良 将小九留在自己房中 小九伤心欲绝 每天茶不思饭不想 丛林欣然把她放出 丛林不放心便出言提醒 千万不要被帝君看到 小九哪里管那么多 直奔帝君那去 这时帝君正用血灵汁 喂养鸡横公主的灵虫 小九心想 为什么这只血狮吃的 是他最喜欢吃的血灵汁 自己就不能吃自己最喜欢的 心里一阵委屈 小九见帝君喂完便想离开 可不知那头血狮出现在他身后 一爪将他拍飞 这头血狮心胸狭窄 对着他是帝君最疼爱的灵虫 昨天还抓伤他的主人 并抢走帝君送小九的玉佩 还将小九打成重伤 扔入了莲花池中 好在四命大大在下游锤吊时 碰巧将小九吊起 四命大急 急忙将小九带回府 求爷爷告奶奶的 才换来了疗伤圣药 小九这才侃侃见灰挑命 疗伤的小九这时暗暗在想 两千多年的执念 是不是要放下了 经历了这么多 小九真的有点心昏意冷了 画面一转 帝君定下两天后 就进行祭天大礼准备完婚 四命将消息带给小九 小九心中大乱 他知道他们大婚 可没想到这么快 四命却说小九放下这个直面 见小九没有多余的动作 便作罢 提出带他去见最后一面 来到太成功 四命给自己打了个 隐秘身形的仙术 落进宫内 看到帝君与姬恒公主 在凉亭内闲聊 小九心说 这可是我的那凉亭 怎么如今却成全了这两人 小九心里难过 看这美丽的女主人 俱美的男主人 还有一只会说话的灵宠 画面如此狠谐 可小九心里百般不识滋味 便请了离开之意 可这时一箭飞出 刺在了身旁那棵佛林树上 震的佛林花片片掉落 原来是帝君在世心 做的那把短剑 剑的重量和速度 如若太沉 速度太慢 便会带走一片片佛林花 更别说什么一批为二了 小九不知什么时候 眼装开始模糊起来 一颗带着悲伤和无难的泪水 从脸颊滑落 这小珍珠般的眼泪 被飞起来的佛林花卷起来 飞向地君挥舞的短剑 被本剑劈为两半 摔倒在地上 化成一滴水渍 如同小九的心 被狠狠一刀劈成两半 她的执念 她爱慕的人 也随着这佛林花一起飘散 以上便是 三舍三世诊上书 五到六集的内容 大家还想看的 赶紧点赞评论回个 还要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都能看